我們嘉宏物流控股有限公司 很榮幸今年得到AM730PR Asia鳳凰港股 頒發結出上市公司大獎給我們 在香港的物流業界 如果是講國際物流 我們公司其實沒有特別對手 因為香港所謂物流公司集中 做速遞及本地物流 但嘉宏的優勝是全球網絡 所以不論現在上市的嘉宏物流 子公司或母公司 另外嘉宏在這個行業 大家知道國際網絡的優勢 所以我們對手一般都是國際大型物流公司 歐洲和美國 我自己會看 因為在中國和香港始終我們是地頭蟲 所以我們與他們競爭有一定的優勢 我們除了平常標準的 這個物流服務提供給我們的客戶之外 我們大家都會接受現代的社會 就要講究持續性的發展 對我們的客戶方面 我們於是乎都不斷推出一些新的綠色服務給他們 包括最基本的就是回收他們的廢物 我們亦會想過還有其他一些計劃 可以令到他們方面能夠做得到 在這個ESG這個範疇裏頭 是由聖人一等的 我們所選擇的葡萄酒跨境電商市場 我們的對象不是普通一般的葡萄酒 因為我們覺得那裡已經做得很爛了 很多人會做的 所以我們所選擇的就是高檔紅酒 還有白酒的市場 而且還專門為中國而做的 我們公司的其中一個板塊 做得特別在市場佔有率很高的 就是歐洲的高端紅酒 空運過來香港再配送給一些酒商 所以我們因此覺得我們有優勢 可以得到香港酒商的支持 於是我們建立了兩個平台 現在我們著重如何將這兩個平台 推廣給中國的高端消費者 另一方面就是子公司和母公司之間 我們會看到子公司很有理由 還有很有計劃可以做到 將母公司某一部分 符合它的生意的收購過去 以及亦會令到時董事局會否同意 又會否需要稍微多元化 開始多元化一些 這個母公司的業務 比上市的加弘更多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有一個策略 如何令到上市的加弘 這個物流公司都可以業務多元化 大家吃吧 我們會不會做到現在的 我們會不會做到 會不會做到 我們會不會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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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做到